第一点,援助乌克兰是对抗威权扩张 以全球战略的宏观思维来看 中国、俄国、威权主义扩张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如果乌克兰在战争中落败 等于是变相鼓励威权国家扩张 俄国将继续侵略其他国家 而中国更将肆无忌惮地在台海、南海、东海 甚至是太平洋进行扩张 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民主阵营 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台湾身处抵抗威权扩张的前线 也希望能提供乌克兰相关的协助 第二点,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开始 台湾政府和民间立刻展开人道救援工作 考量到台湾之间并无正式官方关系 因此主要援助计划是透过临近乌克兰的友好国家 例如捷克、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来共同进行 另有一部分的计划 则是与乌克兰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直接合作 第三,乌克兰战争仍在进行中 本身专注执行复原和重建的能量有限 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有常年的互动 对于援助乌克兰也较有经验 能够直接与乌克兰官方接触 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对于我方的援助也更有保障 外交部也会特别注重监督相关计划的执行 此外,借由与友好国家的共同援助乌克兰 也进一步强化我国和中东欧国家的 合作经验与实质关系 是三营的合作模式 未来也将有助我国厂商打入乌克兰战后的重建市场 第四,台湾与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 公开透明,经得其检验 相关预算也都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 捷克政府相当重视与台湾的合作 甚至指派乌克兰事务特使来台签约 今年三月第二度访台期间 也曾与媒体座谈 指出台捷的援助是直接抵达乌东前线战区 这是很多大型的人道组织所达不到的 台湾政府与人民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至于台湾与捷克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外交部都有发布新闻稿 说明大致合作的内容 对于我国的外交处境特殊 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进一步合作 就会遭到阻挠 甚至被破坏 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因 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送立法院备查 立法委员均可调阅 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 立法委员对于内容有疑问 外交部可派员说明 但不可直接在媒体面前公开机密文件 视国家机密与无误 外交部对于本案涉及泄露公务机密的仪式 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 我们与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 至战争开始及持续讨论并进行中 是现在进行事 徐晓星委员刻意将此事 和萧副总统当选人访问捷克做不当连结 是刻意的误导外界 吴部长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清楚知道这点 并不随之其物 徐委员指控 台阶合作计划中 捷克政府指定的执行单位 捷克卫生科技院CHTI 是一间私人公司 并非事实 记者朋友可上网查一下该单位的网页 清楚地说明了CHTI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而且是与捷克的外交部 卫生部 内政部 工商部合作 捷克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医疗外交 积极整合自身国内的医疗科技能力 进行国际援助 两国合作反被我们的民意代表 抹黑层图立特定政治金主 政治现金 媒体追问消息来源 徐委员近称是打听来的 他这种意测想象的说法 除了为自己博取声量 转移最近媒体关注焦点 如果伤害了台湾的声誉 损及台湾与友好国家的关系 或是破坏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大家想想最后的受益者会是哪些国家 最后 德不孤必有灵 台湾积极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人民也表态愿意协助台湾 一同对抗极权威胁 根据乌克兰智库新欧洲中心 于去年12月5号公布的有关 和谈前提 安全担保 以及对外国元首信任度的内部民调 该民调首次将台湾议题列入问卷的调查 47.1%的民众受访者认为 倘中国对台动武 乌克兰必须向台湾提供援助 显示乌克兰人民高度认同民主国家 应在抵抗威权国家侵犯时相互支持 并对俄乌战争期间获得的国际支持 表达感激 说明乌克兰政府及人民 对我国提供的各项援助计划有感 我国透过直接或三方 以及多边合作的援污管道 以发挥一定成效 外交部六点声明如上 外交部一切公开透明 拒绝造谣抹黑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